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 10月16日 习近平这次到深圳去开会 庆祝这个成立 40周年啊 搞的动作比较大 这个宣传的声调也非常高啊 带领了这个中南海决策层 他信任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 像丁薛祥 这个韩正等等 但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汪洋作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没有去参加 回想2012年底啊 习近平第一次到深圳 带着汪洋 那说明什么 说明第一个任期啊 对汪洋比较信任 后来在这些提拔上来 这些马屁精的吹风下 习近平昏昏然 这个刘恋过去 在这个中学的时候 同学啊 这个校友就是刘鹤 就把刘鹤提拔的这个 中小岗位上 什么事都听刘鹤的 刘鹤又是一个马屁精 这样一派习近平昏昏然 所以说对汪洋就不像以前 那么重用了 正因为这样 由于汪洋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 有学识 而且能力超强的一个 中共的一个高官 特别是具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啊 可惜习近平 这个听信小人之言啊 这个没有 就听取汪洋的建议啊 所以说搞到今天这个程度啊 汪洋肯定是很生气啊 所以说 一走不回去了 你想把国家获得这个程度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 已经毁于一旦了 中美关系也崩盘了 经济也是 这个频临这个崩溃的边缘了 这个美国这方面呢 是咄咄逼人 马上有可能开战了 所以汪洋心想 你自己去玩吧 我不配便了 因为你想当年如果 他这个中美妄与战 派汪洋去的话 肯定比今天好多了 因为汪洋的主导思想是 中美是这个夫妻关系嘛 其实非常可惜的 没有办法 你看汪洋当年担任这个 这个崇庆市委书记的时候啊 不搞文字语啊 妥善地处理了这个 蓬水事案 还有最能钉子户的案件 如果说 习近平听信那个 汪洋的奉劝 不打压李文亮的这个言论 那就没有 习近平等病毒满烟的问题了 早就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你 概括的看呢 就是说他用错了人 这个已经崩盘了 那么汪洋在家里做什么呢 汪洋在北京啊 召开全国政协 送中协商会议啊 我今天看到了 就网络的消息啊 这个会议这个饺子与政协以前开的会议啊 非常重要 以前开了很多会议都瞎忽悠啊 你想 什么这个书香政协啊 健身政协等等 汪洋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汪洋的权力被挤压的几乎没有了 正协议变成了一个这样空谈的平台 话平党啊 举手机器啊 汪洋也是 这个顺情说好话呀 没有办法 因为特别汪洋的女儿 旺西萨 在香港也做点生意啊 让这个习近平也是抓住巴饼啊 也不敢得罪习近平 得罪了以后再 拿起反腐败的力气 搞得这个鸡飞蛋打就不好了 所以汪洋也是不得不低头啊 但是汪洋这次搞这个会议 我觉得还不错啊 会议找了什么呢 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啊 你政协就应该这样啊 做点实事 这个随汪洋这个不到 这个神这是对的 在家里最起码 虽然是这个政协是瞎忽悠 但总算还找到了一个议题 来的比较实在啊 他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看到网上消息啊 就是解决这个三农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这讲的是温州州的 实际上就是想办法 千方百计啊 帮助农民解决什么 农产品的销售啊 你光种植丰收之后卖不出去 或者卖之后拿不到好的效益 农民就没有积极性啊 就如此讲 就这么通俗 对不对 那么说是有11个委员和特要代表啊 围绕了农产品供给结构 品牌建设 流通体系 市场监管等 建言 限策啊 说是有70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 移动驴纸平台上发表意见 那就说有11个是在现场上谈 那些人通过视频连线啊 这个去讲一讲 聊一聊 大家普遍认为啊 就是这个农产品市场这个总体 就是问题啊 目前这个平稳 总体平稳 货真价实 质油产品供不应求 我估计这个就在催牛了啊 中共官媒就是这样 我关于撒谎 实际上还是有困难 估计中国市场比较大 卖的好的产品还可以卖的出去 但是价格上不来 另外可能有些产品滞销啊 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的冲击下 说农产品的流通体系经受了考验啊 各种产品供应不足啊 价格稳定 体现了制度优势 这又开始催了 所以中共的官媒就是这样啊 这望阳 这个对这方面应该是理解 因为望阳早在这个1982年到83年 就担任了共青团 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 那宣传部部整天就是撒谎吹牛啊 是不是 所以望阳也是没有办法 那通过这一次这个政协座谈 你可以看出啊 现在这个农产品当中存在了很多的这个销售问题啊 存在了很多问题啊 那么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是什么 我认为就让习近平给活活了 习近平是用倒退的方式解决现实的问题 这是最大的弊端 你看他这报道讲说是要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更好发挥供销社 国家对作用 你想这我麻烦了吗 习近平前几天我还到吉林去撕撒讲话 要回归这个供销社 供销社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1974年到1978年下乡在这个辽宁省新锦县 那时候不就有农村 供销社 供销社就是这个村子里啊 这个乡里就这么一个商店 是集体的 这个那时候是特别贫穷啊 供销社那个主任他自己过得挺好 但他也是产品 这个销售各方面都不行 计划经济年代嘛 你说那时候这个供销社是一个什么 是这个所谓这个供有制的一个 留下着一个弊端的这个体系 竟然习近平用这种倒行逆势的办法 去解决现实问题 现在应该放开啊 就搞私有制 让农民体土地归农民自己 然后农民自己种植发展 让他们搞着互相帮助啊 搞这个强强联合也行 或者是这个这个辅助那些贫困的也行啊 想各种办法啊 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也就是农村那个领导干部 应该是一人一票选举 选举任职四年 那么他就会全心全意的帮助这个村民发展 就这么简单 你搞了农村供销社 又回归供销社来成立一个 这样一个回到这样一个组织 搞个党支部书记 那个书记在村子里乡里 那不就是又这个称霸一方啊 利用手中的权力 好处都是他的 钱都是他的 女色是他的 这个培植一批腐败的官员 形成利益共同体啊 所以村民更遭殃啊 何谈什么 这个出村进城啊 说要落实用地 用电 资金 税收等 支持政策 你这些政策 如果搞了供销社又恢复到矛盾时代 每一个村里都有供销社 那供销社的这个主任 这个党组 党子不书记 有上级人民 他肯定有钱就送给上级 讨好 然后对下级勒索 那还是这个吃死贪污 吃抗奶 这个不为老百姓服务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是想不通啊 我估计 汪洋肯定很烦啊 但是没有办法 那习近平 这个做出这个安排 你能违背吗 习近平心想 我是党的最高书记 都要听我的 我建个公交社 成个党字幕 党字幕书记 就是听我的 他就要这个权力 他不管你什么 消不消疑 老百姓怎么样 所以习近平这种 这个倒行逆势的 农村的政策 这个恢复到了 毛泽东的时代 美其名誉 说发挥公交社 国家队的作用 实际是党的 党棍的作用吧 对不对 本人是特别有体会啊 到现在闭上眼前 想起当年的公交社 那个主任 那个嘴脸 那每天阴沉个脸 就知道八级上级 根本不理什么老百姓 所以这个想不通 这个 汪洋也是没有用啊 没有办法啊 所以说汪洋 还要在这个报道当中啊 还要夹这么一句 你看 汪洋还要表扬习近平啊 他强调 要深入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特别是今天 我看 这个新华社 仿佛是这个对这个政协召开这个会议啊 就是这个双周座谈会的一个回应 或者制约啊 发表一篇文章明显 就是在这个敲打敲打这个汪洋 激起政协啊 题目叫什么呢 习近平指挥中国占拼呢 你看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边 就公开的啊 在这个数字方面 叫撒谎 造假 他讲到什么呢 他讲到这个中国目前啊 就是这个农村老百姓的人均收入是多少 他这里使用的一个数字啊 我刚才仔细的看 这个根本不是实际情况 他怎么说的 他说啊 中国的平均人口啊 从2012年年底的八千 九千八百九十九万 减到现在 2019年是五百五十一万 估计这个数字应该 的确是还大体上是对的 那么关键是什么 他说啊 十三五十七 全国建党利卡贫困人口 人均存收入 由2016年的四千一百二十四块 增加到了2019年的九千零五十七元 年均增幅百分之三十 说农民农村老百姓生活有了质的飞跃 但是你想想李克强怎么说的 六亿人口每个月不足一千块钱 这才怎么讲呢 这才几天的事 那这个数字就不对了 你想一千块钱 这个 这九千 九千零五十七 就怎么算在这 你想想 这差距多大呀 对不对 明显这个数字在造假 就习近平搞的这个脱贫攻坚 大方向是对的 应该肯定 就是经过努力 这个脱贫的人数 较至于过去减少了很多 但是是不是像他讲的数字 我认为恐怕不是事情 否则呢 郭院总理李克强 怎么在会上讲的和习近平不一样 随数都算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 突然间发这个文章 就是我估计就是应对 政协这个 这次的会议 因为政协委员讲的情况 体现出什么呢 并没有真正脱贫 如果脱贫的话呢 还用11个委员 讲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那就是卖不出去呗 卖很困难 这个所以说 这个才去讨论呢 对不对 70个委员 11个在会上讲的 70个连线的 那么都讲到什么呢 长期以来供求结构不平衡 就是你生产外卖不出去 对不对 甚至有了地方想买 买不到 那么还有什么呢 产销信息不对称 产销信息不对称 原因很多呀 因为这包括什么 领导干嘛 没有尽职尽责 帮助老百姓 对不对 把信息告诉老百姓 打建这个平台啊 包括电脑啊 连线啊 是不是啊等等啊 还有这个 这个网络应该放开 放开 你网络都不自由 不放开 他怎么销售自己的产品 对不对 另外还有有培训 那老农他不会打字 也不会电脑 你像我的打字都很慢 是吧 眼神都不好 那何况老农民呢 对不对 那么还有呢 他说相关基础设施不坚确 这只有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如果是群众一人一票选去那个村 村里村长的话 那村长就会 这个想办法这个筹集资金的甚至拿出自己的资金帮助老百姓一家赠送一个笔记本电脑 然后找一个人大学生都来教教老农怎么上网 怎么建立这个叫网店 我都不懂 怎么在这些平台上销售 是不是 等等一系列问题 你通过这个报道 你就可以看出 就是这个农村并非像这篇文章摧取的那么样 这个如何如何好 说是习近平亲自领导啊 战胜了 中国的贫困了 说现在仅仅剩了什么呢 还有五百万啊 说还有就五百万 这个五十二个贫 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 正在逐步的最后在脱毛 说马上就要收关你呢 取得脱贫攻击的这重大的胜利啊 等等啊 就吹嘘啊 那当然了 我也是一概一再肯定 就脱贫攻坚这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脱贫攻坚 必须什么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也就是解决励志的问题 官吏的力量 励志由老百姓选举产生就解决了 而不是靠现在这种习近平集权 靠着回到毛泽东时代 搞公交社这种办法 那个恐怕解决不了 而且只能越来越麻烦了 那么这个汪洋啊 由于这个权力所限的 也不敢再继续给习近平 献计献策了 你献计献策他也不听啊 要听的话就中美贸易战早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那么根据网上消息说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 杨传唐李斌出席会议 这些人其实都是些官僚的啊 混日子 他们心想反正我有这么个位置 就是国家 副国家级啊 吃好了喝好了玩好的 这个退休以后有稳定的收入啊 悠哉悠哉 管他老百姓这个脱不脱皮 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人都是自私 所以说这个会议 双周座谈会啊 这个虽然是主题很好 也是解决不了什么大的问题啊 关键政治体制问题解决不了 这就像个瓶颈一样啊 束缚了 就生产力的发展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